今天 不是直播只是錄影 今天想來那個 就是請教一些 關於我們在做數位認證 在南丸科大學做這件事情的一些做法 然後技術上跟商業拓展上 我們先簡介一下我們的公司 跟我們個子好了 我是Jup 然後新的中學之後就在港科大 所以意思是CS的Backgrounds 然後後來做NOP到大三之後轉去做Blockchain 然後就去Berkeley讀碩士 最近剛回來因為疫情 所以剛回來然後就繼續跑我們的公司叫土靈鏈 我們的Talent Circulation完全靠疫情 沒錯所有人都回來了 最近在打電話跟美國那邊通話他們都說 差不多是今年的年末都差不多都回來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的CS的Backgrounds 然後Yubi跟Jupy 你們要自己介紹嗎 來迅速介紹一下 對 我找琴娜的學姐 琴娜跟琴娜的學長 對然後他也是跟我比較像次官的背景 我好好來走次官這樣子 所以他算是我們的一號員工跟二號員工 OK 土靈鏈其實是一直鬆散的組織 我們從兩年前開始 就是原本是在做那個 曾志偉那時候一部電影就聖拿到他們查的那個 奇怪的一個古文 然後後來就是做到 因為中間做幾次改組 中間做了兩次的配備 第一次先從紀錄顧問轉到教育 換來從教育轉去做產品這樣子 所以他們也是今年才進來的 新的團隊成員這樣子 然後也是土靈第一次正規化的過程 因為我們一直都不正規 對一直到現在這樣 然後所以今天來請教的就是 因為我們在做那個 把證書放到區塊鏈上 知道 然後想問技術上 是供鏈還是你們自己的 我們用供鏈 對因為我們希望就是 我們插手越少越好 以太坊 我們選Altra 對 因為新上公司 以太坊的交易手續會太高了 知道我理解 給分歸推 Altra比較快的好用 OKOK 儘管它的風險來自於 歐洲那邊的基金會 所以 那目前大部分的供鏈 都有它自己的風險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 因為我們選擇了一個供鏈 我們自己會做一些備份節點 所以那邊消失 我們可以做一個轉移 對 我現在用中文 都是比較說DLT 主要原因 以後它其實不是練的形狀 是 是ZACK嗎 對對 因為它是 ethically graph 對 所以就是 當然就是我覺得 DLT在台灣 現在看起來 就是 已經跟幣圈 是有一個拖結 有一個拖結 which is good 因為幣圈有幣圈有陀結 應該要分開來 對對 OK好 很高興大家下去 我們終於是 是副理的那一集 不是那個九三那一集 當然 我們後來就完全不公平 跟練的直接開發 然後 想問 主要請教三個 一個是 技術上面 好 商託上面 還有最後就是 在 比方說 最後就是 比方說找你們來 mentor 我們團隊的一個想法 然後看你的想法 第一個 我們現在的技術大概這樣做 我們會給每個學生 跟學校一個 數位的身份 對 那數位身份 我們就直接跟那個 Divus 3C的DID 然後用最簡單基本的 就是 RSA 幫他做一個數位的抗議 這樣 所以你需要就可以合法 任何的證書出去 暫時不去想Post Quantum 太遠了 對 先做那個 就是量子鳥之前時代的 之後再說 古老的時代 對 沒錯 然後 你覺得 空的computer大概是什麼時候會出來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準備的話 因為 空的computer 它只要能夠把RSA crack掉 其實它就可以從B2B 賺一大比錢 對 所以 一說是2027 2027 2027也太快了 對 一說是2027 這是最快的 也有人說 可能2038 2048 這類的 對 最快的estimate 我看到是RSA 也會跟我們說 奇異點會有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它只是 就是factorization 然後大家重新改說 其實對 像現在楊博英老師 就是有做一個叫Rainbow 那他在那個NIST的Post Quantum 已經到第二輪了 OK 說明還真的就是 中研員的演算法 以後會變全世界用的 Fingers crossed 對 Fingers crossed 對 但是我們中間 前面大概就只有7年到17年的時間 去 upgrade 全部的這個 Tri that cryptography 看來要加速了 對 Yeah 看來要加速了 不像IPv6 他並沒有一個 Hardstop 並刻相關 它不會被grade 但是對不起我錯提請 不會 這 我們一直沒有想這議題 因為投資員也沒有問 可以 meng問黑天 NO原因 然後我們現在做的證書就是 RSA簽出去之後這個證書上面就有三個資訊 一個是誰發的證 一個是發給誰 第三個證書上面的核心的digest 就是資訊的資訊 對對對 然後有做一個東西在驗證這一塊 就是比方說公司的HR 要查證某一個清單學生的話 他會有一個verification request 還是用學生手上學生去Approve之後才會過去 你覺得這個流程中 比方說在台灣的課指法 或者我們之後要放GDPR的話 有什麼concerns我們要注意 就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現在問題是說 你用公鏈的話 比起Versus好比像說教育部的學習歷程 大概到底有什麼好處 因為通常是多重協助者不相信 這個才是公鏈的用途 但是到底台灣有誰不相信教育部的學習歷程 如果我們想要做到台灣之外的地方 假設我們要穿 就是美國或香港的那邊的學校 因為其實我們早期的 前面六個客戶是美國那邊的學校 I see I see 我穿Berkeley的兩個月 然後在Standberg 對 U-C有九年學校嗎 然後Community College 114件 我覺得那系統做下去之後 可以把美西的那邊 因為我們自己在那邊 所以美西那邊的學校 跟台灣那邊的人才就穿在一起 對 對這樣才會讓這個系統變成更大的一個Scale 可是你這樣子的話 他是學歷的成員還是學分的成員 呃 先走學歷 學分的話會看學校他的想法 對 因為如果學生沒有 目前還沒有學校開放 就是互相可以take不同的Courses 還是不同的學校的話 就還沒有到 可是學歷感覺上就是nice to have 因為他是省時間 是沒錯 你知道我意思嗎 是沒錯 OK 所以我覺得有Privacy的問題 但是這個似乎就是不是一個necessity 哦 就是我若是工作人員的話 當然最麻煩的就是說 我連郵政系統都不相信 那這種時候當然就是 我要承認學歷變得很困難 是 但是你們剛剛講的這些客戶 至少郵政系統應該還是可以相信 他們是相信DHL的 對對對 所以DHL他其實 就是說你們 當然你們主要賣點就是你比DHL壞 而且比DHL便宜 對 但是就是說他的這個導入成本 只要讓他覺得說 他的風險比DHL要稍微高一點點 那這個時候他的balance就算不到了 哦 對 了恥 所以根據起來我們應該要 再把它breakdown到unit的承認 比方說真的是學習歷程這一塊 這個就是要看啊 因為對一些學生來講 就是說他平常在minerva 他沒有在管是哪一個學校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他做的題目 然後那個城市的那個題目的教授 就是他的教授 的這種做法 那這種做法當然很棒 因為他在學習歷程 就非常需要這種學分的承認 這個以前Mozilla做過一次 就是open badge 但是沒有非常成功 那他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用這樣子的方式就是以學生 好像成就解鎖 而不是以學歷 作為財任單位的學校 在現在還是strictly speaking是少數 就說你這個客戶雖然說是一片藍海 在藍海上沒幾艘船 的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這是大家的認同的原因 就是說目前還沒有完全走到 這種就是非學歷而是學城市 的這樣子一種財任 對那所以我是覺得說學歷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POC 但是很難變成就是sustain 是我們現在sustain的方法是跟企業收費 就跟他說如果你自己業生的學歷 一個人需要四週六週的話 我幫你判成15秒的一個時間 當然當然 而且OK 那你覺得企業真的會在意 就是大家這一行課嗎 就是他們的grade 越來越會 越來越會 因為像現在在考大學的時候 已經不像以前那樣 我是沒念過大學了 我朋友說他們以前年大學的時候 就是主要還是以就是他的分數嘛 是 但是現在大學好像up to 50% 是看你的學習歷程 哦 是108課 對就是因為108課跟有關係 對 所以所以所謂學習歷程 其實就不是在學校給的certificate 而是在隨便哪裡給的certificate 那那個隨便哪裡 當然就是 現在有很多 武習班以前都是crime 你要背那些標準答案嘛 現在是帶你去爬山 然後 還沒有滑獨木舟的 不過應該快了 對 那現在 這種就是說 你爬山也好 滑獨木舟也好 當然你有一些辦法 就是說digital foreign section 就確定你真的有到余生 不是拍個余生 照片把自己披上去啊 對 對 那這些部分 其實就像trific嘛 trific就是用公鏈 然後去證明說 你真的到過那個地方 有解鎖那個成就 preuve location的感覺 對 preuve location的感覺 那這些在學習歷程上 是很work的 但是在就是grates上面 就像剛剛講 只是省秒數而已 只是省秒數 我覺得就沒有那麼好買 沒有那麼好買 對 所以看來 可能真的客戶群會來自於那些 獨木舟 是不是 說不定真的是獨木舟 了解 因為我們這邊也可以做到 這是 authentication 確定他們是真的那個單位在做到這個 這個 這個 units 對 就是說你 就是說你不太可能fake 你飄在海上 的那個 record 那個 proof of location 就算你不是獨木舟過去的 一般學生也不可能就是空降租的直升機過去 對 那所以就算 對 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在 像地方政府 甚至有一些什麼重花生的 什麼 它就是proud source 然後大家來拍照 證明說這個花生有重 那它的做法就是說 它用它的手機的角度 跟那個基地台的signal strength 去確保說 它只要拍一張 而不是好多張 也不需要什麼什麼雷射AR Depth camera 什麼都不需要 它就是一張RGB 再加上那個 手機的那個訊號 它就可以 with very good accuracy 說真的就是那個地方拍的 而不是 doctor 出來 就是我在我的手機前面放一張照片 的這種拍法 所以 如果你結合這種技術的話 我是覺得這種 search 它就比較泛用 那就比較不是 可能 如果你只是分數或什麼的話 可能就 有四五個byte 四五個byte 用DHL送是非常容易的 對 對 聽起來到後來會 跳脫去學歷之外 所以便是 要做任何的 要提供任何的proof 而這proof是 有機會被偽造的 就是proof of activit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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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要開新產品見了 不過Pokemon Go就是專門做這個 所以其實大家是可以理解 對 雖然有一些作弊期 讓你到處飛來飛去之類的 對 其實也被封號過一些朋友 對 是嗎 大家都非常有經驗 好看 對 所以you know exactly what I'm talking about OK 了解 那想問就是 其實這塊的下一塊就是 要怎麼樣去訓示出 Persh上這麼多的 離散的個體 或者是機構嗎 我們目前的做法 比較像是自己推 就是 我們目前就是直接找 學校那邊認識的朋友 然後直接進去學校 這樣的話 速度沒有那麼快 我們現在 最快的狀況就是 兩週六今天大學進來 然後想問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去尋出 Brush到更多的學校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貴金不會多遠 因為就是說 大學之間 它是會彼此比較 排斥 對對對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真的非常好的Solution 然後 而且你的Solution 因為它是開發平台 所以表示那所學校的學生 自己可以在上面寫價值服務 OK 理論上 也可以提供一些 就是免費的資安測試 對 之類的 那 因為現在在台灣這個資安學生很夯 對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跟這所學校的學生的Community 有一個好的連結的話 是 那這個Community 其實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這個好的想法 這個Idea was spreading 的這個而知 就因為學生而提高 因為他用過之後 他發現說 這個東西他可以 出雷龐通的在別的東西上面用 大概就跟學歷無關了 他是他的 Entry Point 而已嘛 是 那但是如果你是說 就是以教務長對教務長 我想教務長之間 並沒有一起寫成 對 對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教務長是 一個做法 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的這個技術 能夠變成他們的實作學程 不管是 就是一般的Computer Competence 或者是 甚至他在高中端 累積學習練成的時候 很多高中現在也有開選修課程 或者是校本的加深加網課程 等等 那所以如果你可以有一些 比較簡單的 類似Holo World那種東西 就是說 讓大家自己 Record你的Activity 那其實可以非常Meta 就是你有Record 你有上次上課的Activity 上這個鏈的話 對 那其實這個就是 對很多人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 Entry Point into Distributed Ledger 那這個時候 這個學生社群 自己會幫你擴散 我覺得這是比較有用的 今天還是要把 權力從一端拉 去給西一端 去做 應該是說 西一端就是 Prosumer 因為他也會產生價值應用 是 所以並不是真的說 他付你錢來買服務 而是說 他在上面去架設 有點像 Citizen Developer 那樣就是架設運用這種 Notary Service 到你從來沒有想像過的地方去 這樣子 對 給他們多一點 就是of innovation of innovation 那因為你的核心產品 其實還是在你自己手上 你並沒有說 就是 土靈鏈 就是任何人只要當價值開發者 你就可以Access你的R&D 當然不是這樣子 對 那裡面就是還不錯的 如果你可以拿來當委員 對 OK 了解 這樣會不會想到原本的 Authentication的方向 因為我們原本就是 所有上來的東西 是100% accurate 當然 然後 原本的做法是 因為 背上它的Source 去ENDORSE這個DATA 所以它常常都很 accurate 那如果Source還是 就類似PKI發瓶證 那個意思 是 對 但是就是說像Lessincrept Lessincrept它並不是 淡化掉 就是PKI 它是確保說任何人 只要持有一個Domain 那個Domain 就相當於PKI 它把SSL跟Domain連在一起 所以就是說 當然DNS也可以Hijack 沒有人說不能Hijack 但是你要把Lessincrept 碰到的那些DNS server 都Hijack 那個真的蠻難的 真的比較高 對 成本相當高 非常高 所以因為就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的意思並不是說 任何人都給我生意 Anything 我是說 你PIN在一個 還是有公信力 但是不一定要是一所學校的這個單位 喔 像Lessincrept 對 讀目之後也許有一點太誇張 但是好比像說 健身房 對 或者我其實本來想要是故宮博物院 就是說你有在故宮參與職工活動 職工到來 那故宮有他們自己的資訊人員 那他們簽罰的品證 事實上不會比任何一個學校的差 對 那個是學習地程 那個就不是學位 因為故宮不發學位 對 那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說 因為大部分的就是高中生等等 他現在為了要繼續一些領執 他會參與很多institutional activity 所以他可以就是類似voluntarily幫這些人寫Adapter 然後這些institution就會變成你的B端 所以是從C端反推到這個B端的需求 B端本來不知道自己有這個需求 但現在就知道 對啊 OK 他們就變成我們的推動者 或者是BD的感覺 對啊 了解 就是Consumer as BD這樣 可以去試試看這個 這樣的方式 對 這個可以在UV裡面畫 畫畫的 認真的Teat Notes 對啊 好認真喔 嗯 嗯 想問就是 跟 這邊 可能跟學校台也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可能要 規格 嗯 只經過很多 怎麼講驗證 或者是審查的系統 會不會跟ISO 會對過其他的這些東西 對於他新窗來說其實是非常不容易 至少資安上面 就是要稍微滲透測試一下 是 對 OK 那 我就沒教 對 一定要找 我就跟你蓋一棟房子說 我不要找小房隊 來看一下這個房貨建材 有道理 有道理 對 有沒有 你覺得除了從CDRN那邊去做 推薦那些機構之外 有其他的方法去做 不要說直接BDNAF POOSTOP DOWN的方式去 對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沒有一兩個PILOT CASE 然後這兩個PILOT CASE 它在學術權有足夠的公信力 那 因為就是說 EOTA本身的這個 就是穩定性在說 但是你這個在上面等於說 你繼承了它的穩定性的 攻擊表面之外 你自己再加一個攻擊表面 對 那而且這個攻擊表面 它的reward蠻高的 因為它可以用來換索時學位 或什麼之類的 對 那索時學位至少 如果你要選舉的話 很值錢 那雖然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大家會比較想打這個 而不是想打EOTA的什麼 別的什麼空氣盒子的應用 那什麼意義 對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我的話 我大概不會特別去做Bug Mountain 什麼 因為這個對你們來講還比較早 我可能就是去 真的就是請白帽來做滲透測試 那這個滲透測試 甚至你 就是在有錢MDA的情況下 讓它外保自測都可以 那這個對很多學校來講 是有意義的 是必須 對是有意義 尤其如果那個實驗室 就是他們自己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你找某所大學的 的實驗室或資安教授 來certificate你的這個certification system 可以certify給別人 有點像有點東西 對有點boostrap 對對對 那這樣子的話 至少他的這個 就是滲透測試的report 那甚至你可以說 他可以file CVE 因為這個對他來講 其實是Bug Mountain 他file CVE 表示他的portfolio 這也是他的作品機啊 那他的CVE出來 那你就證明說 你的開發能量夠強 這個24分鐘就不可以修 不可能 24小時就不可以修 那這也很不錯 是 所以就是說這個是一個 很快的得到trust的一個方法 但是當然就是 對那個學校有用 對但是我會覺得這個值得投資 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Eventually 你還是會碰到同一個問題 是 早點叫學校來 對啊 做測試 對 對 對 就算被打下來 總比你之後 deploy完被打下來 要打得好吧 對 是 其他剛剛有算是 對啊 對啊 嗯 我們現在跟新大那邊串 就是剛剛說 因為他們原本在擔心 我們security的問題 對啊 有時候你們出資産系的教授 你們來看 或者你們 自然一定要提出concern的話 我們一起來修 對對對 就是你剛剛說的那個方式 對 因為不一定是篡改嘛 那因為有它的底層 大概沒有那麼好改 但是 但是denial of service 也是自然事件 嗯 真的 對 了解 你覺得學校還有什麼 concern就是 會延緩跟我們的合作嗎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通常是三條形 所以我們要讓教育長先點頭 對 然後又去穿注射組 因為他們只要發這些流程 還有練習的東西 理解 但是這三個三條形 如果你們只是他的Digital Twin 而不是真的立刻取代了新有流程的話 對 我覺得沒有什麼道理來拦住你們 OK 對 但是你不要在BD的時候有一種 就是有一天 要放心睡職集了 學生職格 就是你不要露出一絲這種態度 這樣子就會比較容易 我剛剛講這是 這是Twin 或者這是一個COPY在這旁邊 對 等一下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沒有 我也知道就是政府沒有在做 對啊 分賽事帳本有啊 當然 我太知道 接下來 團隊跟政府直接放進去 對 對 就是我們擔心 因為我們怕這種做的時候 我們擔心就不用做 是這樣嗎 OK 就怕了這樣子的現關係 是嗎 目前我還沒有聽說有人在做 說你這個題目一定會變成政府來做 我們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們叫做T-Role T-Role就是有點像愛沙尼亞的X-Role 就是如果任何兩個機關之間 本來是用什麼SFTP在傳的話 那就是非常ad hoc 換了成班人就沒有人記得密碼 對 那種亂七八三的傳話 那不如是用一個 就是已經有整個好的open API 但是那個是 open API是指對內 而且這個對內它必須by law 需要access這個東西 它才能夠去存取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即使是公立大學 在它對於學生的那個C段 不會算在T-Role裡面 這個跟T-Role一點關係沒有 所以T-Role裡面那個區塊欄的POC 其實碰不到你們 那跟你們有關的是什麼呢 是C端的叫MyData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刷自然明證 或什麼然後下載所有政府 情況有關於你的這些資料 那這個也已經有網站 可能你們也已經看過了嘛 對 那所以對你們來講 其實你們是一個 MyData很好應用啊 就是我按一個鍵 我從MyData裡面 然後我就上載我既有的這些record 而且它事實上 都已經有那個PKI的CERT了嘛 那所以你只要認識Moyca 你認Moyca 就是內政部的那個CA的認證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只是認MOE 就是教育部那邊的MOI這邊的 你也可以認啦 那認的時候 你這邊等於放一份數位副本嘛 比如說你覺得內政部哪一天會倒 大概不會倒啦 那但是你在你的這個EOTA上面 跟別人interoperable嘛 那所以就是它在MyData上面 因為現在都已經有P次下載 你甚至可以寫一個API 你一按就把所有可以下載的 都下載上來然後上鏈 那所以現在這一套是非常清楚 那這個東西 基本上跟你們是互補啊 就顯然是下載端嘛 那你們是上傳 就是說搜集在這邊嘛 然後它處理給你們利用嘛 那所以處理跟利用端 絕對是complimentary 不可能競爭的 是 所以MyData可能是我們第一個 要去找到 現在有很多團隊 現在就已經有在寫MyData的Adaptment 是 也如果像 EID或MobileID那塊 我們需要一起做到金融性嗎 就是 金融性 PT FIDO當然是最好接的 它名字都叫FIDO 對 但是就是你有空接一看 沒有空就再說了 對 是 你覺得有什麼 比方說政府那邊的政策 像是印尼巴克當時 我們可以順推 我們這個產品進到 那些其他的機構 MyData 就是MyData 你上MyData看一下 下載那些 然後下載那些看 對哪些弊端是有意義 是 OK 然後說這是一個新的regulation 進來 我們就是一個supporter Exactl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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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新最強化 基本MyData 嗯 現在真的MyData 是比較順風 因為本來健康存設 只有好像30萬人用 現在好像500萬人用 對 因為要買口罩 對 建立了 對 對 大家就順便看一下 就整紀錄 對 所以現在真的是蠻好一個時機 啊 了解 那 那覺得 我們需要上去找到 教育部那邊的朋友去 去 去 這個系統 讓我們可以做 我覺得還是要先有一個大學 先有一個大學 如果你有一個大學 是你的 那個大學就會幫你 往科技部跟教育部 是只能走經濟部 經濟部也可以 就是你變成一個 什麼新創企業 什麼共同供應 採購契約什麼的 他們每年有一個評選的Round 就是讓一些比較 unproven technology 可以就是讓公部門先用個一年看看 如果沒有跨掉的話 我們就來一起 一定一個價格 公部門以後就可以用了 對 那這個是應該創造企業處 那 但是沒有教授背書的話 這一條大概是你們比較能夠走的 是 有教授的話才有科技部跟教育部 這些朋友 對 對 我們最近有跟那個 資者會那邊共同成立 台灣學系律藝聯盟 對 他還沒有那麼有名 然後我們現在還在廣邀科大學 教研嗎 還是哪一個所 教研所 我們也把副農所的一些 我幫忙把錢用 對 然後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台灣區立已經先簽 這個進聯盟的MOU 因為這聯盟 我們做法 商談的做法 是我們外面抓的 技術的出口 是 對 所以等於是裡面的進聯盟的成員 就會同 那你的MOU在EOTA上找到嗎 MOU現在沒有上鏈 所以你們這些MOU也要上鏈 要喝自己的香檳 有空就喝自己的香檳 有道理 我們是要把名片上鏈嗎 但是MOU 那這個沒有考慮 因為MOU就是一個Triplet 你的名片並不是Triplet 是 沒錯 我們現在算的就是 吉娜那邊正在進行 然後 東武那邊簽晚樂 中教大師上禮拜 什麼最拜 前天 前天要前天 中華大學 所以他們是願意試 而不是願意當你的Champion 還在願意試 對 我們先建一個 一年內的 直接使用任務 然後做一個共同曝光 跟進聯盟的事情 之後會再轉長約 就是變成五年齊樂 每年的那種年費 對 我還在 還在迅速的努力 努力波當中 聽起來這個時候轉比較有方向 對 就像那個Inception 那個陀螺轉一轉 最後會倒下來往一個方向 是 還不錯 然後 大概就是往這個地方去做 我去做會在後 我們應該會抓在11月初 會有一個發布會 抓一個發布會 那時候應該會有二十間 二十五間的學校進來 很棒 然後 其實也想問就是 那個正文這邊就是 如果發布會到時候 希望就要行 我通常就是預錄一段 好啊 這是最容易的 這會最忙 對 反正就稿子給我們 我們就看看 好啊 好啊 我再跟你說那個 因為通常是Office Hour 我就直接對鏡頭講 然後你剪一段就去用了 因為反正Creative Common 但是你那時候會 到底會欠幾家 你現在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沒有預言機 我們現在錄 對 沒有Oracle 對 OK 我說Matrix 裡面那個 OK 那我再跟你說 好 對 然後 如果 如果之後有 如果想要跟你請教 比方說 我們在今天買Ladar那邊 出現那些 沒差 有服務電話 直接打 直接打服務電話給你就可以了 好耶 OK 了解 好 好 Jeggy還有爸爸 其他的 問題 好 好 嗯 對 你今天大概建幾個團隊 嗯 禮拜三的話大概平均十個 十個團隊 好 因為每個團隊其實 給建議都還蠻豐厚的 對 所以這些都是 嗯 我只是覺得厲害 謝謝 對 然後 因為我們接下來可能會想要做 這樣 我們都還可以想要去東海獎 我們就想要去新加坡 新加坡 一開始 對 他們GolfTech 新加坡就是也用很多啊 很多帳門技術 對 現在嗎 就去區塊鏈做那個 證書 對對對 他們 他們 對對對 他們都有丟在DHUB上 OK 我認識那幾個開放 所以我想問你問題 對 你覺得我們需要部分開源嗎 比方說把我們的Market Center開源 Portacle開源 你們是不是把SDK開源就好了 喔 讓大家知道怎麼用 對啊 怎麼樣切 對啊 就那些HoloWorld開源 然後 對 所以他們可以做一個窗口 就是有點像GPT3的那個賣法 GPT3 對 GPT2是全部開源 OK 對 那GPT3它只有SDK跟API 嗯 對 而且 所以核心就是它發生 經過我們這個Channel 是要收費的這樣的感覺嗎 就目前是這樣子啦 對 那當然就是說如果你以後真的野心很大 說全世界都要用你們 當然就得寫一個RFC了 但是那是以後的事情 OK OK 那你覺得 MIT的那個Block Service 那 就是我們該 我們串集它的方向限制 還是我們不串集它的方向限制 我覺得你可以Timebox 就是因為你現在的開發人力聽起來有限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每個方向你都可以Timebox一下 就是說好比像說這個我給它15小時 對 然後15小時我get a taste of it 這樣子你的投資人或者你的下課會問的時候 你不至於什麼都答不出來 對 但是你如果一頭栽進去那也不是很秒 對 也要做一些風險的那個 Exactly 就是說像現在我們也看到很多新的 是要去跟那個DocuSign競爭嘛 對 那其實要贏DocuSign不容易 因為它比DHO快蠻多的 對 對 但是就是變成說 因為這種solution太多 對 所以你不可能每個都接 對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還是就是說 我們說我們DocuSign compatible 但是我們也有看另外三四個 需要的話 你給我們一筆錢 我們可以寫出Adapter來 OK 就是會變這樣 對 對 就是部分香榮Block Shows 部分香榮Block Shows 部分香榮Block Shows 對 原來新疆方面是這五類的 I know OK 而且 對 我想加問一個題外化的問題 就是明年第二季之後要往新加坡轉 但是我們可能也會開一個新的產品線 在做醫療病例這一塊 做新 醫療病例 對 就是有點像把醫院的病例式給完全數位化 因為它現在是一堆紙本 知道 然後它第一個Modification的應用會串保險公司 所以有點像是 以前是學校學生公司 現在變成那個醫院病人跟保險 對 這邊 你覺得如果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在台灣當地有什麼法規是需要許多注意的嗎 我當然因為現在全部都可以存到健康存蛇去 OK 對 所以健康存蛇變成single storage 就是對所有這些人 從國健署到健保署到沒有健保給付的自費的一大堆東西 它其實只要喜歡 它就可以就是 這是有點right only access 就是誰都可以寫到就是mydata 但是能夠看的只有那個個案本人 對 它當然可以再去轉發 就是透過mydata的API轉發 所以這個是一個現有的infrastructure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健康存蛇的sdk 那以我的理解就是健保署現在蠻喜歡 就是ZK這個概念 就是說他們說我要辦一個馬拉松 那我要確保說來的人 他們有一些condition 就是跑一跑會死人 對這樣子 那但是呢 我又不需要知道你那麼多的detail 實際上大家也不comfortable 學那麼多的detail 那所以他就用一個ZK Range Proof 那他在就是幾個RP加起來 他就可以知道他們跑馬拉松都不會混到 對 那這個是很好的一個應用 就是ZK就應該用在這種事情上 對 就是因為辦馬拉松的人不是醫師 他不應該可以access你的病例 對 那所以像保險公司 當然他需不需要raw access 這也是一個問題 對 所以就是說我會推薦你們 就是先看一下 就是這方面健康存蛇 以及他們最近總統被黑客松的那個題目 在總統被黑客松網站上面有 就是用KRP去做這樣子的用法 那這樣子的用法的好處就是說 對保險公司來講 他不需要去擔負那麼高的資安風險 因為當你有raw data 就算你只是in memory 你不存 你還是有風險 不是沒有風險 對 那但是如果你可以透過就是ZK去證明說 他其實什麼都沒有看到 那這樣子的話他的風險就降低 他是看到健康或不健康 對他是看到健康或不健康 或就是亞健康什麼之類的 那這樣的話 從保險公司的角度來看 他比較願意buy in 那不然的話只要一個audit他就倒啦 對只要一個像那個 就你跟新加坡人談的時候 可能就盡量不要停到那個Sync Health 如果就是出現Sync Health事件 那這樣所有這個碰到的 因為他們是集中是存放 所以就是一個駭客進來就什麼都看到了 我們是有發生過ZK 有這個事件 對 那所以就是說這種我們叫做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那就是PET 那PET裡面比較成熟的當然就是Differential Privacy跟ZK 但是Differential Privacy主要是統計用 那ZK才是比較像你們這種 就單獨給Z去使用的 當然之後如果你們的算力太多 可以去用Fully Homomorphic Inclusion 但是那就是以後的事情 OK 應該還沒到那個地方 還沒到那個地方 對 有空再說 我想再問一個技術問題就是 要怎麼樣不揭露太多 因為我們到時候會變成一個Telebase 就會有很多學生的資訊 人生的履歷在裡面 這樣怎麼不揭露太多他們的資訊狀況下 讓公司的HR在找最適合員工的時候 可以做到這個Ranking Privacy Preserving Matching 這是一個研究題目 這個是一個研究題目 這個Archive上有很多Paper 所以現在在Paper階段 對對對 我們那個時候也有 他們說我們想要知道 要做數位三倍券的時候 那在不知道大家用 有多少悠遊卡的會員的個人資料 跟有多少一卡通的會員的悠遊資料 情況下 要知道有多少人同時持有 悠遊卡跟一塔空 因為我們不想要重複計算 對 那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可以接受說 不要精確到個位數 而是精確到千位數 那這樣的話它的Privacy Budget 非常的 就是花的非常的少 你可以非常Persimoniously的 用Privacy Budget 就是Epsilon Differential Privacy 那種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 Union的連擊的那個大小 這個有很多Paper做 OK 就是這樣 Accuracy 但是其實高到Efficiency 因為你不需要那麼多Eccuracy 說真的 對我們來講 我們要知道就是 有拿電子票證的人的數量 我們精確到萬位數就可以了 是 了解 合理 OK 差不多問完今天的所有問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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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 謝謝 謝謝 謝謝